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藏刀和断枪两大高手 竟然围攻起了身为三丰之手的埋剑 埋剑又是否真的是天门的叛徒 原来就在一驻乡前 天门攻打华山派的计划失败 埋剑又迟迟没有现身 藏刀不由地怀疑起了埋剑 认为是埋剑勾结贺云天出卖了他们 正所谓说曹操曹操就当 埋剑这时灰头土脸地赶了回来 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埋剑说出他按照计划前去会合 却被无忌给拦住了去路 等他摆脱无忌来到客栈 只见到了贺云天等人 无奈之下只好带人离去 然而藏刀明显不幸 认为就凭无忌的武功 不可能缠得住埋剑 埋剑同样十分诧异 说出无忌一段时间不见 武功突飞猛进 就连他也奈何不了无忌 可埋剑的这番说辞 显然无法打消藏刀四人的怀疑 你们好像不相信我 得知藏刀四人怀疑自己 埋剑瞬间勃然大怒 他在天门整整十六年 每一次都是身先士卒 立下了无数的汉马功劳 根本没有理由背叛天门 藏刀和断枪的看法则是不同 他们认为埋剑乃是三封之手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若是门主月龙轩出世 门主之位就是埋剑的囊中之物 藏刀转身回到屋内 将埋剑的行李拿了出来 表示埋剑要是真的和贺云天私通 总会有一些线索留下 埋剑自认为身正不怕影子鞋 任凭藏刀和断枪两人 寻找所谓的蛛丝马迹 正如埋剑所预料的那样 里面根本没有任何证据 能够证明埋剑是内奸 难道说这件衣服 证明我跟贺云天有关心 箱子有加层吗 见到埋剑的木箱有加层 雪宇上前打开加层查看 发现了丢失的天门令 认为这就是埋剑出卖天门的证据 埋剑满脸难以置信 解释是有人栽赃嫁祸 你我多年兄弟 我也不远相信 但现在事实俱在 你还是束手就擒吧 这是栽赃嫁祸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不用解释 他只有一个沙场 我也不是好人的 他今天使一此生活 证据确凿埋剑有口难辨 藏刀和断枪两人又多多相逼 因此埋剑没有束手就擒 以藏刀和断枪展开了激战 学瑜想要上前帮忙 却被小江拦了下来 要学瑜继续做山关鼓动 身为三丰之手的埋剑 武功还在藏刀和断枪之上 可这种差距极其有限 不出意外地败下了阵来 埋剑中了藏刀和断枪合力一击 口吐鲜血命丧当场 这合范领的是相当的憋屈 划分两头 无忌找到了小鱼 说出埋剑不可能是蒙面人 他昨晚按照小鱼的意思阻截埋剑 除了不让埋剑与藏刀等人会合 还有一个更大的目的 就是确认埋剑是否是袭击他们的蒙面人 所以 我便一边和他交手 一边观察到我 除此临绝会 蛟龙吸水之时 我发现 他是逆向蛟住我的剑 而当日蒙面人使出这一招之前 是顺向蛟住我的剑 根据埋剑使出的蛟龙吸水 无计可以100%的肯定 他不是当日的蒙面人 并且还有一点 蒙面人的武功还要在埋剑之上 埋剑风 果然不是蒙面人 我们以为 蒙面人和天本勾结 看来似乎又不是 如果真是这样 天本不会那么容易中计 那蒙面人 究竟会是谁呢 小鱼苦思蒙面人的身份之际 她的病情突然加重 整个人看起来十分不妙 紫燕得知消息端来汤药 发现无论怎么呼唤小鱼 小鱼都昏迷不醒没有反应 担心小鱼出事的紫燕 连忙闯入长春的房间 悬然步步明月公主的劝阻 将长春带到了小鱼的床上 试图唤醒长春替小鱼治病 在紫燕的胡闹下 奇迹竟然真的发生 昏迷多日的长春行转了过来 可令众人没有想到的是 长春被石头砸中头部 失去了以往的记忆 根本不认识紫燕等人 张大夫的脉想正常 什么事也没有 那当然了 我一点事也没有 这就怪了 她为什么不记得我们呢 不认识